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75集暗子 男人连忙穿好礼衣礼裤 然后抓起外套和裤子慌慌张张的逃离 站在房门口的老宝 朝床上的彩儿投去质寻的目光 后者微微摇头 他并不认识这个俊美男子 老宝呢也懒得多管 脸上堆着笑容 不打扰两位共度春宵 彩儿好好伺候客人 说吧关上房门 许清安在圆桌边坐下 听力放大 听着老宝的脚步声远去 然后是踩踏木制楼梯的声音 彩儿坐起身 脸蛋上有红巢 笑吟吟的 小相公还等什么呢 奴家在床上等得着急 说话的同时 他打量着这个俊美陌生的男人 于他而言 从一个大富翩翩的老男人 换成一个皮向顶尖的俊哥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已经确认周遭没有异常的许清安 盯着彩儿悠然说道 轻衣侍从 简单四个字 却让床榻上的女子脸色大变 仓皇的掀开被子下床 跪倒在地低声说道 白死无悔 嗯 暗号没错 肖像话也对 许清安汗手 穿好衣服 本官有话要问你 彩儿收敛魅态 捡起地上的裸裙套在身上 接着开始穿小衣 不多时便穿戴整齐 这位表面上是风尘女子 实则是打羹人暗子的彩儿 盈盈失礼 凝视着许清安 大人 我能看看您的腰牌吗 可以 许清安把独属于他的腰牌取出来 放在桌上 腰牌镀银的 背面是打羹人防伪花纹 正面刻着一个许字 彩儿抿了抿嘴 把视线从腰牌挪到许清安身上 用一种崇拜的目光看着他 您 您就是许清安许英罗 你知道我 当然知道 如果连衙门除了您这样一位少年天才而不知 那奴家收集情报的本事也太低了 彩儿脸色兴奋 关于您的一切我都知道 您是大奉尸魁 断爱如神 经察之年 京城风雨飘摇 前靠您力挽狂澜 这才平息了风波 我还知道在京城历措佛门罗汉 以及您在援州时 一人独等数万叛军 威名赫赫 许清安笑容一僵 真是的 到底是谁在吹我呀 都已经传到北京来了吗 在真正董行的高手眼里 我已经完全成为笑柄了吧 咳咳 闲话莫说了 我问你 北京近来如何 可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蛮族虽有侵犯边关 但都是小谷骑兵截律 东抢一会儿西抢一会儿 如果有大规模战争 百姓会往南逃 那势必会路过三黄县 奴家不会不知 嗯 各地有没有什么奇特现象 比如突然有大规模人口失踪 彩儿皱着眉头思考片刻 奴家没有搜集到相应情报 不过 经您提醒 奴家倒是想起一件事 甚是古怪 许清安眉头一扬 急忙问道 什么事 前阵子奴家接待过一位客人 是一个拥有自己商队的老爷 他常年在楚州各地贩卖货物 那次酒喝多了 他发牢骚说 西口郡以及下辖三县 不知为何 竟被官兵封锁 官到全封了 害得他白跑一趟 一路人吃马脚 亏了几把两银子呢 许清安指头敲了敲桌面 西口郡在哪儿 踩而失礼 您稍等 他从床榻底下拉出箱子 最底层是一张开余图 取出铺开在桌上 指着某处说道 这里便是西口郡 西口郡在楚州的最西边 与西域佛国地盘紧邻 过了西口郡 就是西域地界 故而得名 西口郡与北方并不接壤 战不可能打到那边去 除非北方蛮子绕路 但西域佛国不会借到 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封锁西口郡呢 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许清安心里浮现 他不动声色的点点头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外头不知道 但三皇县的防卫力量 倒是增强了不少 以前出入不需录影 但现在却查得极为严格 是不是最近几天的事 谁知道踩而摇头 一个月前就这般了 闻言许清安眉头 顿时皱起 一个月前 三皇县地处楚州边缘 盘查得这么严密 是在寻找什么人 或者是在围堵什么人 这几天 光往深山老林转 都没注意关到 是不是也设了关卡 不管再找什么人 肯定不是找我 是我想太多了 不排除近期 把我添加入黑名单的可能 反正 找一个人是找 找两个人也是找 许清安指头敲击桌面 边分析边制定短期目标 明天就出发去西口郡 如果那里真有问题 那里极有可能是 噱头三千里的案发地点 这样一来 可能就会有危险 要把王妃带上吗 嗯 临近西口郡时 可以把他放在 附近安全的客栈 王妃这颗棋子用得好 或许能保我一命 不能丢啊 见许清安沉吟不语 彩儿乖巧的坐在一旁 不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许清安终于从沉思中恢复 吩咐道 帮我去壶茶 彩儿心里一喜 开心的应了一声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许阴罗今晚 要留宿在这里了 果然 他弃茶后 听许阴罗又一次吩咐 把床单和被褥换了 彩儿兴奋的浑身发软 手脚飞快的 换了床单和被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